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直播率的 最近和港口股都有些消息出下出下 会不会到最后都有些消息呢 暂时不知 但你看走势其实是在做底下 似的头肩底的 但比较复杂些 这肩都暖写了 头肩又不是太成型 但似的头肩底的趋势 总的来说其实都是在收集的形态 而你今天曾经做过上去穿了这两个顶部 成交就增加 上升动力好像有些增加的趋势 所以留意着 虽然短线可能会先回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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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即是耐心等股价回到这些位置 比如这些位置 1.15和1.16之间就可以无处 穿1.13是比较容易计算的 穿1.13这个浪底就可以止蝕 下跌风险1.15和1.16是几千的 薄它冲回上去 可以到这些位置 有力 整个收集形态来看 有好几指的量度升幅 升回上去就是这些位置 所以可以这样去薄一薄 有些直薄率就是这样 而事实上PE和息率都不错 也不是太过高风险的股份 尤其是你做好一些风险股 将吸纳价和指示价一续定好 而执行到的风险就不算大 虽然这只股比较难满些